我们继续讲 上一条影片我们定义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线与线之间的交角 第二样东西是线与平面的交角 第三样东西是平面与平面的交角 我们看看如果要计算的话可以怎样做 三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有个底是直角三个形的追体 它想找 AD 和 BD 两条线之间的交角 三个有后数字 AD 和 BD 其他两条线的交角是锐角的 现在这一条角真的是锐角 所以我们要找角度 ADB 你确认了交角是哪一条之间 就跟之前计算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二维变成三维 另外也看清楚题目 例如一些90度它会给你 但不特别提你 它有说底是直角三个形 但其实这两个位置都是直角 自己观察 首先 ADB 这一直角 就在 ADB 三个形上 这三个形什么都没有 你要找这一直角的话 一个方法 就是找三条边 三边球角 我们用cos 这三条边 是否容易找呢 其实都容易的 逐个逐个来 AB 先 如果你看底的这个直角三个形 我有两条边 AB 就斜边 所以AB 的二次 其实是2.52次 加4的二次 AB 其实就会是 开方 22.25 我保持这个样算数 因为你开方完之后是难数 开方22.25 写出来也比较好 稍后再用 然后如果你想计算 ad 你可以看这个直角三个形 蓝色的这个 又是有两条边 AD 是斜边 AD 的二次 就是2.5的二次 再加5的二次 所以AD 你会计算到 开方31.25 然后最后我找 R 我找 BD 用第三个直角三个形 这个直角三个形 同样有两条边二有 db 是斜边 斜边二次 等于5的二次加4的二次 db 就是开方 按一按 开方41 这个时候三条边有了 三边求角 cos cos adb 就是在旁边两条边的二次方 开方31.25 你拿二次的话 其实开方和二次会抵消 就只剩下31.25 所以31.25 加41 再减22.25 对边二次 除了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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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两条边 开方31.25 和开方41 右手边可以按一按 分子 分子 是50 50 除了一份母 cos 角度 adb 大概 就是0.69 69843 左右 所以 角度 adb 大概是 accos 0.69 43 可以按 按摩 按摩 提母要求 三位有效数字 45.7 度 那便完成 完成 我们的交角是45.7 第二个例子 vabcd是直立凌追 底是长方形 bc是10 cd是8 ve中间的高度是16 首先第一步 它叫你找ac 如何找ac 你留意 底是长方形 即是90度 有机会看上去不像 因为为了我们画得漂亮的三维空间的物件 它会斜少少这样画的 它就未必是你平时看开的90度 十字位 但是你凭文字判断 它说明长方形 那一定是直角 那便有直角三个型 bc是10 bc是10 bc是8 bc是8 不是长方形 对边一样 所以8 10 找回斜边 ac 2次 就是8 2次加12次 都是不是定理 ac 就是开分164cm 按开分164cm 3有效数字是12.8cm 那便算到ac 接着b part 它就说找回直线vc和平面abcd的交角 直线vc 直线vc和平面abcd 那我刷一刷吧 vc在这里 vc在这里 然后要这个平面 那线和平面的交角我们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会先把线的投影找回 那V的投影就是E 那你都推断到的了 其实投影就是EC OK 本身线的头尾 和投影后的头尾 连起它 就可以了 就是线的投影 所以中间一点点都可以看 垂直打下去 垂直打下去 在EC上面 然后交角就是这两条线夹着那只角 这一只 我们目标呢 是找角度vc e 那你说角度vc e难不难找呢 又不难的 因为我有一个直角三个型 那我独立抽出来画 这个是v 这个e 这个16 这个是我们想找的 那这三个形状有没有什么边我们知道呢 其实你会知道的 因为AC 就是开方164 或者12.8 那你中间斩下去的 是不是分了一半 那你除2就是EC 所以EC你可以说是开方164除2 那我特意用开方164不用12.8的 因为我怕又不差 那除非你按完机拿多数个位去用 那你看着这个三个形 就算到角度vc e 对边和轮边 用tangent 就是 Vc 就是对边16 除2 开方164 over2 那角度vc 就大概是多少呢 那我都值出答案了 按机那里你慢慢按 即是按不到才跟我说 大概是68.2 就完成了B part 好了来到C了 求平面Vcd 和平面ABCD的交角 两个平面 那我先刷一刷 Vcd 和ABCD 那两个平面的话 找交角第一步呢 我就是会找公共边 即是CD 那上面加一点 然后画两条垂直线 那我会加在哪里呢 那我今次会加在CD的中心点 这个是中点 因为如果我向Vcd这个三个形面画个垂直线 我可以刚刚好画到V 因为等腰三个形面 如果你想画一个高 你当是 就是中间斩下去 那我会方便些计数 你画到V的位置 然后向地面画垂直线 我画一个E 就是这样 那所以 这两条垂直线 夹着一条交角 就是我们想要的 也就是角度 譬如我给一个名字 这一点叫F 就是角度VFE 角度VFE 好了 然后我独立抽这个直角三个形出来 我们看看有什么资讯 你有的 这个我们想知道 这个是16 其实EF你也有的 因为E是中间 EF 就是十多一半 所以是5 那便足够了 又是 这个做个filter 这个是16是对边 5是轮边 用Tangent Tangent 角度VFE 就是16 over 5 那你自己按机计算吧 它大概是72.6度 那我计算完 这个是第二个例子 最后一个 ABCD 是长方言 8x10 VN 是三角追踢的高 所以你看到 会有一个直角出现 另外有些垂直关系 都给了你 它说DN 和VN 是垂直 然后AN 和VN 是垂直 那它不说我也知道 因为这个是三角追踢的高 好了 我们现在要找 就是VA和ABCD 线和平面的交角 即是VA在这里 ABCD就在这里 线和平面找交角 第一步把线的投影找出来 VA打到黄色面上 这一步就应该是NA 所以你要的直角 就是VAN 然后我会知道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因为题目有说的 AN垂直VN 好了 然后我们试试单独画直角三角形 再看看有什么资料 因为通常这些三角形目 就这样看得很辛苦 你只会变回二维的三角形 逐个逐个去看 会更清晰 这个是20 这个我想知道 握一条边 你要是用VA 要是用NA帮手 用SYT 就算到直角 这里用NA 应该是方便一点的 因为NA 其实就是CA的一半 跟我们刚才那题 那个逻辑上是一样的 所以你先找CA 然后随移 OK CA怎么找呢 CA你就画直角三角 这个是直角 下面是长方形 又是8 10 找斜边 即是CA二次 就是8的二次加10的二次 不是定理 CA跟刚才一样 都是开方164 所以这个就是开方164 over 2 然后也是用Tangent 因为我们有对边轮边 Tangent 角度Van 就会是20 除开方164 over 2 然后按机 拿回两位小数 今次要两位小数 这个是A part 大概是72.25度 我再按一次 对了 72.25度 这个是A part 到B part 它想找的是平面VAB 和平面A B C D的角度 我先刷一刷 VAB 和A B C D 第一步 我们找个公共边 就是AB 然后加点 你一看 你只是加到A5 如果不是给你 都没意思 还有VAB 是等腰三个型 虽然可能它写得不清楚 其实是的 这题目也不是我出的 没办法 我告诉你 是 总之VM 其实是90度的 这个位置 可以吗? 它是等腰三个人的高 所以我加点在M 向两边画垂直线 一条就是VM 而另一条就是MN 所以要的角就是中间这一只 角度VMN 好 又是了 独立抽它出来 那三个赢VMN 中间那条20 MN其实是4 和刚才一样 8拿一半 然后找这一只角 又是有对边轮边 所以都是Tang 你看到和刚才的题是很类似的 那我纯粹做多一转 让你熟一点 然后按下 给个两位小数 78.69度 那就做完了 所以这一节呢 其实做些什么呢 你要懂得找投影 懂得找线和线之间的交割 线和平面 平面和平面 那你判断到究竟是要找哪只角之后 就再用我们以前学过的三角比 去求对应的边和角 那纯粹都是一个 你当是一个进展 就是我们由二维空间 上升到三维空间 都会用到三角壳的知识 下一条片会再讲多一点三维空间的东西 开心的一字 下来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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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